我們這個MyViewport也有錄影的功能 我們剛剛有看到在那個抓畫面那裡 是不是就有它 那這個錄影呢 不只侷限在它自己的軟體 你用Windows的這種 切過去那個模式也可以 所以你不管是在那邊或 或是在MyViewport裡面 你都可以找到這個錄影 你把它按下去 好 這個時候它會先跳出來 先跳一下 那如果老師有需要 有沒有在這裡 如果老師有需要自己的 那個網路攝影機畫面可不可以叫出來 可以的 在剛剛那個百寶箱裡面 有沒有像紙箱那個開箱的 點進去 有沒有一個這個攝影機 比如說我要我這一台的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那你就自己看你要站在哪裡 自己多大自己選擇 然後自己挑好位置之後 好 我收起來 那我們看一下它上面 現在有抓到聲音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再來 你要錄的範圍 你可以自己挑 是全螢幕還是局部的範圍 再來呢 如果真的同學不能來 直接開直播 哈哈哈哈 你看這裡連直播我平時都可以把它抓進來了 所以如果真的同學在家裡面沒關係啦 你就自己上網 我們上課在教室上我們的 你也來上我們的 這樣也可以 好 這裡也有直播 那我們現在單純就錄影 就按下去 好 它一樣問你錄的畫面 對不對 好 我們當然就是當前的螢幕解析度就好了 好 打個勾 這樣子倒數啦 剩下來的 你會發現它有沒有一顆 在這裡 對不對 你家 開始在錄了 它有一點點 這樣我看到齁 所以你也可以暫停啦 因為我拖曳它的時候 它才會顯示的比較清楚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沒有那個時間 對不對 錄影的時間 所以今天你就算是切到Windows 喔 我們現在回到這邊來繼續講解我們的內容 還是繼續錄下去 有沒有看到這裡還是再繼續錄 所以不會因為你切換 然後它就 突然就中斷掉 然後這個部分還不錯 所以我就進到這邊來 好 假設我已經錄完了 按下停止 這裡 停止 來 你看 有沒有馬上給你預覽一下 好 你確定沒有問題 好 磁碟片在這裡 這樣有看到齁 這裡有磁碟片 好 按下去 是不是就直接存了 它存下來就是MP4 所以呢 如果說老師上課當下 那我比如說上一節課 你可以錄一個小時 如果假設真的不得已的話 我們至少這樣也可以錄下來 你可以錄下來 好 你就選擇看你的 因為也可以直接存到雲端硬碟 好 那我現在假設我就放在我們的 好吧 就在Video這邊 打勾 OK 這樣就錄好了 現在 反正剛剛你已經看過了啦 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本身就是 MyView本身也有這種所謂的錄影的功能 其實也蠻不錯的 那我順便給老師看一下 這個你們沒有 因為它是付費功能 可是我先給它凹來用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是不是老師都有問我 為什麼產生那個字幕 我們昨天不是有介紹AI嗎 對 那目前MyView本身是我唯一看到 有針對中文 直接產生的 我們Google Meet有針對英文 它可以即時字幕 或者有幾個語氣有 中文就是沒有 那MyView本身用的是微軟的技術 所以我現在請他幫我翻成這個 對不對 那我就讓他顯示出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老師上課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幫我們這樣打字 你有沒有感覺 你比較驕傲一點 怎麼老師的助理還不錯 可以幫我們把一般口語化的東西都可以講出來 連喝喝都會出來 連喝喝都會出來 對 連喝水有沒有 它用的是微軟的技術 當然不是只有在這裡 你回去MyView本裡面 有沒有還是一樣會顯示出來 但是我有建立它 因為它目前這個功能 老實講 如果我們把字幕放上面 真的怪怪的 有沒有感覺 樣式不能改 也怪怪的 因為有些時候我覺得這樣比較 就是說 可能會跟我的上課教材有干擾 我也許想要放不同位置 改變不同樣式 這個時候它目前是不行的 專有名詞 就算了 但是口語化的跟我們用Google的語音一樣 這樣子 上課的同時 或開會的同時 是不是有同步語音 這樣也是很好啊 對不對 好 只說目前它是處於付費功能 還沒有就是完整的對外開放 這樣子 因為我上次看他們經理在上課的時候 我想說 為什麼你多兩課 我沒有兩課 我就給他問一下 原來 因為他們在外面都沒有展示這個功能 OK 所以這個是給老師再參考一下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 蠻特殊的服務 好 我就把它關掉了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直接關掉 OK 所以錄影的部分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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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